嗨,大家好,我是Kolona地产经纪Amy 那今天呢,我来到了Kolona基洛纳的市中心 这边呢,马上要问世一个新的楼盘 Water Street Wide Park 地理位置呢,就是在我身后的Leon家Water Street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Water Street Wide Park 从名字上啊,就能可以猜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不一般 Kolona的这个City Park市中心的城市公园呢 就在它的街对面 而且哦,75%的单元都会有湖景 一排一坐的位置,完全不用担心以后 其他的新楼盘会遮挡到这个景色 这一点呢,这个楼盘本身就会更具有价值了 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达正在建设的UBCO Downtown 也就是市中心的新校区 这个楼盘的完工时间呢 将会完美对接UBCO新校区预计的开源时间 也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 不仅如此,Downtown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呢 也就意味着生活的便利度极高 沙滩,公交车总站,图书馆,体育馆,咖啡馆,餐厅等等 咫尺之遥 2021年4月整个Central Okanagan中部 Okanagan的公寓指导价格 在43万8400加币 而Water Street by the Park这个楼盘的起售价格仅在35万9900加币 性价比可谓极高 有一点很重要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楼盘选址在Water Street加Leon Avenue 而Leon Avenue因为目前设有两个流浪汉的shelter 也就是我们说的收容所 影响战士还不能确定 而现在市委会之所以会批下Water Street by the Park这个项目 以及Leon Avenue上其他的一些代审项目 可以看到市政府想要重塑这条街道以及Downtown总体形象的决心 未来极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因为这是一个刚出的楼盘 它的展示间收入目前正在搭建当中 后续我会出新的视频跟进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来问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